上海市公安局出路径管理局 今天上午举行外籍人才永久居留身份证发证仪式 为包括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维特里希在内的6名外籍人才 颁发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此次新获得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籍人才 包括诺奖得主、上科大特聘教授维特里希 交通大学奖席教授拉提欧 上海万利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伟蒂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光大证券首席风险官王勇 华人博士、美国泰瑞公司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任天晋 希诺德牙科设备商贸公司高级产品经理曾凯勒 他们中既有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 应用研究领域的领军人才 也有重点产业领域的企业家 上海近年来 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2015年7月以来 上海市公安局报请公安部同意 先后出台了25项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政策 去年6月 上海浦东成立了全国首个海外人才局 支持外国留学生兼职创业 放宽外国留学生直接就业 今年上海又推出了巨婴计划 为外籍人才办理永久居留 长期居留 人才签证 口岸签证等提供便利 其中有7项政策是专门为申请永久居留身份证量身定制的 这个流程的伙伴的时候 也发现了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所以有在身边的朋友都在鼓励申请 因为很多人符合要求 包括国家对人才这么重视 实际给我的感情话 不只是说这个先后进出境 更加方便 而且是从老人意义上 是给我自己的一个荣誉 我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回来 为国家做的事情 今天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还启动外籍人才网上申请当场取证新举措 经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或上海人才主管部门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以及上海科创职业清单所属单位 聘雇并担保的行业高级专业人才 在网上申请工作居留 三个工作日后 就可到出入境管理局受理专窗直接办理 一小时即可取证 大大缩短了外籍人才办证时间 东方卫视记者周云 毛红仁 上海报道